新一乡地利村最近有越来越多居民开始经营露营区 但却发现土地竟然是在图16浅市区 或者是特定水土保持区当中 位在地质敏感区内 在露营场管理要点规定中就是不能经营 这种去年露营这个规定 就是它的一个法规已经成立了之后 我在上一任的最后一个会期 就已经要求我们县府 一定要弄一个单一的窗口 让我们露营区 县内的露营区愿意合法化的 有一个单一的窗口 然后这次的今年的第一个定期会 我又再一次请我们的观光处 再做一次的确认 能够做一个跨局处的一个协商的机制 能够让我们的露营业者 能够有知道方法 知道怎么做 因此在地方向先议员全文采 成情之下 日前陪同立委孔文集邀集中央相关单位 来到地利村召该座谈会 听取部落居民的声音来进行修正 这个条例的实施之后 发现有很多的问题 这是很多民众就是很难能够做到 可是我相信我们的中央单位 透过我们的民意代表 一直在跟中央反应 看是不是做一个滚动式的调整 让他能够趋于完善 让我们的露营业者能够有方法 可以解决他们目前的困境 那这是我对县府的期盼 议员全文采也表示 未来将会持续沟通 并请观光处多加重视 那我想我也想说 在往后我也会一直督促我们观光处 能够对于露营的业者 这个气块能够给予重视 然后给予补导 甚至于也可以弄一些 讲注或是补助 让他们新建的设施更完善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除了可以了解地方 露营业者的困境以外 也希望县府与职业合作 共同来了解地方业者的心声 记者邱平易新一采访报导